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好 我这条影片是讲中午的第三课书 3.4 Transformation 里面MC 题型的技巧 大家可以揭去这本书 揭去第76页 第51条 我们将这条题目写了在文章里 方便我一会讲的 这有51条 我想大家学一下这个技巧 这个技巧是什么呢 问题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现在这个图就代表Y等于A加psi bx 那呢 sorry 那我们要借做这个图去找回色是什么 其实这四个选项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重新写一次就会知道什么 就是我们只要把负1量到A 2量到B 写回A的色 就是Y Y等于 Y等于负1 加 B是2 2x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A选项 那么B选项就是Y 如此类推 那么我都建议你同一步 现在你有张纸的话 或者准备张纸呢 就写下它 你写下它你才和我一起做会明白的 那么我做不到1 over 2 就是1 over 2x OK 跟着 哎 C就是Y等于2 2 4 2 4 2 4 2 2 4 4 4 5 4 2 4 这个你记得X是乘的 我们写完四条式之后就要借助代点的方式 今天我就不教大家用图的转移 用代点的方式去教你 但代点也有技巧的 大家要学吧 那大家准备计数机了 准备计数机 我怕会和计数机就跟大家做的 好 首先看图里面 其实这个图有多少点呢 你发觉有很多点的 但我们关注的是它给你数字的点 那有什么点呢 就是有 先说大一点 哎呀哎呀哎呀 好 先记住这个 好 就是有什么呢 就是有 太粗不行 有点先 这个点 还有这个点 OK 那有这两点的 这两点的作表是什么 你要写对的 这两点的作表就是负1 0 当然不是 是0-1 0-1 OK 还有 135-2 OK 那我们在工作上 抹下这里 好了抹下 那我们有两点的 有这个 0-1 和这个 135-2 OK 那我就借助代这两点去找回哪个答案才正确 好 怎么代呢 很简单 照值代 什么叫做借值代 譬如假设我现在想试了 0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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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这里 0-1就是我代负1是Y 等于 1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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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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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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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着就是-1等于-2 今次是-2 这里是-2 就加債2乘以0 接着就是-1等于-2 等于-2 你可以快镜 1 over 2乘以0 按机器 測试哪条适合 我准备计算机器 首先左边不用按 因为左边是-1 -1加債2乘以0 -1加債2乘以0 按等于 按等于 出到答案是-1 这个正确了 这个正确了 接着下一个 如此类推 可以按全 你发现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试一下就可以了 -2加債2乘以0 -2加債2乘以0 就是这个 OK -2加債2乘以0 就不可以了 你发现这两个都不可以 你试一下按一下就知道了 -1 好 接着就知道这两个是错的 这两个是错的 但我也不知道A还是B 那就试一下A和B 就代用135度 如此类推 -2等于-1 1加債2乘以0 乘以0 135 接着就代用 接着-2 这些呢 其实你熟了可以不用写的 但因为我拍片 我要大家知道我做什么 我就写出来 乘以0 135 5132 OK 好 试一下 再按一下 -1 就加債2乘以0 135度 删曲 即是这条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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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这边这个 按一下 出到-1 多 诶 等等 135度 sorry 我按错了 应该要把世界R 转移回D 先 没有 没有 shift mode 然后先 d 先 上面这个d才对的 再来个了 好 -1加債2乘以0 这个 这个 出了一些糊龙 等于-2 咦 等于-2 对啊 这个可以了 试一下下面的 可以了 -1加債2 再乘以135 这个 是不是 按 x等于 等于-0.076 哦 那就是等于-2 不等于这个 解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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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 那就是说答案很明显 这个都不对了 就是B都错了 按B都会错了 按B都会错了 按B都错了 就是答案就是A了 没错A了 行不行 A就是答案了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呢 只要我代其中一点 譬如我调转次座 我调转次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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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代了135-2 到达 你会发现呢 应该A和C呢 都会正确的 但是呢 BD就会错 然后你就可以代0-1下去 取A的答案了 那这个就是第二类 就是由Graph去看看 那条式 要用代点的方法 那大家呢 在本书到后面 有很多条题目 都是用这个代点方法 试一下每一条都要代一下 你才会清晰 不会按错机 然后刚才我发现自己按错机 也有些技巧 是不是 那大家就看短片 学东西了 好 再见